废除驱斷征收 举起右手拿手板机动高喊 桃源航空城附近居民不满土地遭到征收 这也是全台最大的驱断征收案 8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审宣判出炉 居民胜诉了 我们感谢我们高等法院的法官的判决 他们的公平公正的判决 我们安慰 今天听到这样很欢喜的一件跪了 两位提告的居民真的好开心 因为他们住在那里几十年 却因为桃源航空城都市计划 交通部和桃源市府合并征收3100多公顷 居民2020年开始打官司 他们主张桃源市府 为救社会因素经济因素 文化和生态因素等评估事项 做影响程度评估 而且在用地面积规划的合理性说明 有诸多瑕疵 一审法官也认同 去年6月 针对桃源航空城淡黄区土地征收部分 做出一审宣判 九户胜诉 一户败诉 内政部没有再上诉 今年则是针对蛋白区部分 两位提告居民都胜诉 他们也希望内政部这次也同样不再上诉 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就是纯粹为了以整体开发之名 没有减负任何其他的理由 就把他们实际上根本用不到 政府用不到的土地 纳入区断征收范围 桃源航空城土地征收案 终于告一段落 对于居民而言 真的是大好消息 民事新闻 黄龙林 吴飞嘉 SNG小组台北报道 5 6 3